握住了 不继续 利用它的弧动 整个腰通过卷动向下落 这是一个半身的卫物卷动 昨天我们在上面用过的是 双手从前环抱 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是所有的会员都能完成这个动作 都比较简单 挤入成一个曲曲状向下卷动 对对对 如果它的幅度足够大 然后逐接逐接再向下落背 如果有的人到这里 脊柱特别硬的时候 到这里就卡住了 就不让它再继续往下 否则的话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继续往下 有可能它的头是碰不到的 成这种状态 那么它脊椎后退 会属于一个卡压的状态 就比较不舒服 如果想让它练呢 这位置放一个球 还有一种是 脊柱脚震器呢 它还有一种 不是一个整体 还有一个像 什么样的 它是可以一层一层叠加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它是比较扁平的 比它的波度要小很多 大概有盛高 然后再叠加上来 它头可以在头的位置是平的 脊椎的位置 不用做一个厚丸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把一个什么盒子 或者是卡拉提球 垫在这里 继续往下 全动 这样就可以手 拖住它 到这里就可以了 再继续手下巴 如果加上 凯特拉克 就加一个绳子 没有凯特拉克呢 用空中一家的吊床 放低一点点 或者 埃阳哥避绳 让它手有一个力量 给拔力 整体延长 延长我的手 拖住之后 往外拔一点点 这个时候让它速度不用太快 好 如果过快 试一下 快走在一起 就越前仰卧起坐 是吧 练的爆发力 练不到深藤的稳定筋 来 扭转 扭转 扭转向左侧 不是 五分不到 跟胸腔过 扭转 扭转 好 两手打开 扭转 左转 注意看下他的膝盖 教练要观察的膝盖和股纹 是不是中立位 手 不用扭转那么多 主要是胸腔扭转 无论他的肩关键灵活 还是不灵活 不需要他的手 打横这么开 像这个位置 好了 好 打底有个动作 叫做 旋体拉锯 现在只落腰 它背后 两两半 股膀 披抬重 股膀 股膀 肩膀 肩膀 が抬要 立 上 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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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骨盆重力位,同时核心收进去 如果颈椎紧张的话,让它幅度小一点 可以转头看多手 给它加一点疼痛,手高重 手曲曲向前 眼睛看自己的右手,右手,右手,右手 曲曲向前,一直看右手 一直向前,先不向上,向前,向前,向前,曲曲 好些东西